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了吗 一场探寻地道风味的美食之旅即将开启 美食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也蕴含着人们对家乡的真挚情感 无论是传统美食还是创新滋味 都带着家乡味道的烙印 是人们心中难以割舍的记忆 龙屁布包猪肘皮 猪肘皮包猪五花肉 豪华版赠肘究竟有多少种丰富配菜 咱们还能包着更多东西进去 对 如何巧用茶叶与柚子 制作独家腌料 为牛腿大菜增加茶香和果香 边拔边吃才是享受 还真真真的偷偷吃 是吧 制作香味浓郁的烧猪 为什么要先学会刮冬瓜皮 我看见这还三把刀 这两把刀配合了 唇齿留香 大块朵頤 一起来品味那些 让人念念不忘的各地真羞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 有一家以当地传统特色菜为主的餐馆 小苏鱼 油豆皮 编泥酒 都是店主饶小刚的拿手菜 这次 饶大哥准备一展身手 制作一道传统美食 与许久未见的朋友们聚会品尝 准备买点什么呀 买点肘子 你好 阿宝 你好 我们要个肘子 这怎么挑啊 挑前肘 前肘它瘦的比较多 前肘 好的 骨头节直的是前肘 对 饶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 这道传统肘子美食的制作方法非常独特 要用筷子固定 再用麻绳缠紧 不仅如此 这道美食还需要一种火辣的搭档 这辣椒长得真好 正是这个辣椒成熟的季节 对 一揪就行了 下来 一方水头养一方人 一方水头养一份辣椒 对 红艳的辣椒看着就喜人 猪肘子 猪五花肉 辣椒等食材都准备齐全 饶大哥要制作的那道 用筷子固定 在麻绳缠紧的肘子美食 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做个什么大菜 做了一个广府的五香赠肘 什么叫赠肘 赠肘是捆扎的意思 把这个肘子给它捆起来 赠也就是捆扎的意思 赠肘是邯郸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美食 正式制作赠肘前 要先用刮刀刮取猪肘子表面的绒毛 饶大哥说 接下来处理猪肘子的方法非常独特 把皮和肉要分离 骨要分离了 放到一个架上 它才是剃皮 这猪蹄它得掉下来 我好像明白什么原理了 就一会儿咱拽绳子 利用这个重力 这得让它吃上劲的 这脚上还有功夫 这一方法好 这是学以致用 将猪肘悬挂在架子上 再绑上绳子 垂到地面 用脚踩住绳子 将猪肘子自然拉伸 沿着猪肘表面 自上而下 划上一刀 之后在关节处再划上一刀 将关节处的筋骨切断 贴着猪肘子的油脂层 把整张肘子皮包下 饶大哥说 取下的肘子皮 在制作正肘时大有用处 我们先把皮上的肥油 需要再处理一下 上下一拉的感觉 是吧 这一拉往前推着走 四十五动 你看 慢慢走 感觉像磨刀似的 它有一个交错的那种 对 附着在猪肘皮上的油脂 在烹饪过程中会影响口感 所以取下的猪肘皮 要先用刀刮取油脂 在去除油脂的猪肘皮上 撒上食盐 香料粉 抹上酱油 腌制半小时左右 先把骨头再用不着拿下来 顺着骨头缝慢慢划开 这个筋其实连的最结实的一部分 对 哦 这一拧 另外这些肉咱就得给它找一个切口 是吧 对 贴着这个骨头一点点滑滑滑转圈滑 现在就已经做到骨头分离了是吧 对 做到骨头分离了 需要改刀 它就需要这种长条片装了 哎 它好捆的是不是 它容易第一个腌制入味 对 你才把五花肉处理一下 哦 这切成条状的 对 将猪肘肉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分别切成长条 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 猪肘皮 猪肘肉 以及猪五花肉 到底要怎么用来制作成赠肘呢 来呢 你看 哎呦 真家伙这是啊 一个走的是需要一颗做 就一颗 草口 这是要杀人 杀人 丁香来一个 对 丁香放荡是放苦的 三奶一个 花椒 一小把 对 香叶 哦 香叶 对 香叶 好 念两块也行 您别说这个还真有用 因为它这个垂直把它拎起来的话 至少得有三十多斤重 很重 很重 但是我们放到里面呢 就这么水平的一推 既省劲 又能达到咱的目的 小茴香 草果等十多种调味料 按照不同的比例 放入碾子里 反复碾压 充分释放出调料的香味 将碾好的调料粉 倒入切好的猪五花肉 和猪肘肉中 充分搅拌 揉搓 进行腌制 咱们还能包着更多东西进去 对 呦 看这豪华版的 哎呀 加的是小香葱 香芹 鲜藕 红萝卜 呦 这几家东西 我感觉这个颜色上 口感上都有所不同 香葱 香芹 胡萝卜 莲藕 分别切成长条 然后在清水中 加入食盐和花椒 把切好的蔬菜 一起放入花椒盐水中 浸泡十分钟左右 使蔬菜在入味的同时 更加脆口 所有的材料 都已经完成初步加工 接下来 饶大哥就要揭秘 用筷子固定 再用麻绳铲紧的赠肘 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这包有什么诀窍吗 您教不教 那包啊 那包的时候 需要把它的东西裹实 裹得一实 它煮的时候吃 口感越好 越筋道 对 荤素搭配 小香芹 香葱 提味 肥瘦相间 这有点像卷饼 但这卷饼的皮是猪皮 做好以后 再说用布 把它包裹 为什么拿布包呢 还得 制作它的过程当中 是越紧越好 就像衬担子的一样 包起来 然后再用这个筷子呢 因为我这筷子固定是吧 这定型 支架 筷子是支架 咱打个结就行了 这类的感觉非常紧了 现在一捏感觉 里边完全是实心的 一块猪肘肉 一块五花肉 再搭配腌制好的香葱 香芹 胡萝卜 莲藕 最后用猪肘皮 紧紧包裹起来 包的时候越紧实 做出来的正肘 口感就越好 用猪肘皮包裹好之后 外面还需要 再裹上一层替布 周围用筷子做支撑 最外面 用棉线紧紧缠绕起来 替布 有着很好的透气性 可以使正肘充分卤汁入味 而筷子和棉线 可以用来帮助正肘定型 下锅炖咱这个汤用什么汤了 老汤 老汤 对 需要老抽酱油 放里边 等开锅的时间 再加点料 这就是咱们现做的一个调料包 对 咱把骨头放到里边 有点像这个酱牛肉 那个卤汤那个味 对 对 对 在这会儿再放点辣椒 对 加点这个辣味 对 对 对 这会儿说用一个壁子和一个堆子 把它压下去 壁子压住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将铲好的正肘入锅卤制 猪骨也放入锅中 开锅之后 加入鲜红的辣椒增加味道 最后再压上一层重物 让正肘完全浸在卤汤当中 转小火慢炖一小时左右 饶大哥说 出锅之后的正肘还没有完全定型 需要静置六个小时以上 待猪肉完全凝固成形时切开 猪皮 猪肉 层次分明 宛如绽放的花瓣 色泽艳丽 味道诱人 诶 赵大哥 咱们这个正肘已经做好了 这一吃这肘子就地道了 蘸点这醋汁 是吧 这是灵魂 灵魂虚传 对 对 对 有着百年制作历史的正肘 被当地的美食爱好者 不断研发创新 既是代代传承的美味 也体现着制作者的用心和精湛技艺 谁想成为采辣椒大王呀 我 你看它颜色很亮丽 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 辣妹子辣呀 辣辣辣辣辣辣 欢迎来到一年一度 安华采辣椒大赛的现场 同场竞技的是各位 辣妹子还有这位 还有辣哥哥 谁想成为采辣椒大王呀 那咱们比赛开始 湖南安华的辣椒迎来了丰收 漫山遍野的辣椒树上 每根枝条都挂满了 明艳动人的朝天椒 交织成一片红色与绿色的海洋 小大哥 那咱们安华的这个朝天椒 有什么不一样吗 牛要厚 口感要更好一些 辣椒来讲的话是这么多 那真跟这个辣椒 一样红红火火 可喜可贺 对对 江小初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 湖南人有疑怪 不放辣椒 不成菜 剁椒鱼头 辣椒炒香肝 酸辣鸡杂等等 湖南人的菜谱中 离不开一个辣子 爱辣椒的大哥大姐 摘起辣椒也霸气十足 来来来 看看大家丰收成果如何呀 谁是辣椒王 我是辣椒王 这位大姐呢 真是当之无愧的辣椒王 辣椒王大少 也祝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就像这朝天椒一样 天天向上 带着味道调查员 一起采摘辣椒的江小初大哥 从厨几十年 其精湛的厨艺 让当地人赞不绝口 我对牛肉非常了解 可以用牛肉不同部位的牛肉 来做成不同风味的菜 一个是很喜欢 同时的话 这也是很有心乐的 江大哥是制作牛肉美食的高手 他说 这次他要制作一席全牛宴 来庆祝采辣椒大赛 圆满结束 全牛宴需要的配料非常多 除了辣椒之外 还需要茶叶的加入 安华的黑茶是相当有名的 口感的话柔和一些 根据我们做菜的要求 我们还是采那一部分吧 好想听到什么鸟叫声 观察 是这位大哥发出来的 吸气 是吗 这是云雀吧 云雀鸟 在安华 当空气湿度下降时 茶叶中的水分与芳香物质 就达到了微妙的平衡 其滋味更加醇厚浓郁 而当地人用黑茶和茶青入菜 也由来已久 茶香鸡 茶香羊排 黑茶炖鸭等等 都是黑茶和茶青入菜的代表 收获了辣椒和茶青 蒋大哥要制作的全牛宴 到底有多独特呢 我准备做一个全牛样 这个是牛的腿骨 牛大腿相当有分量 就是我们用这个整骨的牛大腿 做菜 咱们准备吃一整头牛呗 对 牛腿 牛里肌 牛骨 牛肚 这些食材为蒋大哥的全牛宴 奠定了豪横的基调 让味道调查员感到疑惑的是 蒋大哥除了准备了 这些牛肉食材外 在他的食材清单上 还有整鸡 猪磅 辣椒 茶青 柚子 柚子叶等等 这些食材到底如何跟牛肉相结合 制作一席全牛宴呢 那咱们先来处理哪样食材呢 主料 主料 这一个牛腿得有一二十斤吧 吃得苦 拌得满 很顽强 黄牛精神 对 有的牛腿 要怕异味的话 我们想竹签那些什么样的来 它是小孔 使劲的话是暗暗的使劲 将去皮的牛腿用竹签扎出小孔 在入锅焯水 去掉牛腿肌肉组织中的血水和杂质 减少牛腿的兴杉味道 边焯水 蒋大哥边开始处理柚子 他说 柚子在制作牛腿的过程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是红腦的柚子呢 这个肯定甜 鱼生火 牛生蚕 正好加进去就提到了 煎味消失 茶叶 茶叶 江湖葱 山楂干 加点花椒 咱们只取这个水 水 底层 向上全卷 得雷到一个什么程度呀 泥绒脏 柚子果肉富含果酸 包成小块后 与茶青一同放入雷波之中 加入山楂干 葱 姜一同泡制的调料水 木锤沿着一个方向反复研磨 借助雷波内壁的纹路 柚子果肉与茶青被慢慢研碎 茶青的清香与柚子的鲜甜 在空气中弥散 将蒋大哥的独家调料汁 均匀涂抹在牛腿上 牛腿充分吸收了调料汁的味道后 又多了一层茶香与果香 这时 蒋大哥开始制作独门卤汤 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个卤汤的味道就是一个字 绝 牛骨头焦脆 下到卤锅里面 焦脆它呀 我们这叫柴道 砍柴的 砍柴用的 对 一 二 三 好 哇 你看看 这里边的骨髓 是的 特别的满 瞬间就有成就感了 划到锅底 骨头 猪磅骨 老母鸡 金汤 对 油润十足的牛骨髓 与猪骨 整鸡 一同下锅炖煮 加上桂皮 香叶 花椒等调味料 最大程度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 在味道调查员看来 这已经是一锅 至鲜至香的绝世好卤汤 但是蒋大哥却认为 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柳子皮 它的走织结构的话 比起蓬松的话 就把这些浮沫 吸收到里面去了 哦 去除异味 辣椒 散量更长 甩进去 全都甩进去 全部甩 全部甩 是的 咱们加料都得大刀克服 还有我们上午的功劳 它是有不一样的作用吗 还有把这清香味 我下手清了 都不是我们蒋大哥的风格 看这用料相当好喝 蒋大哥将柚子皮和柚子叶 放入卤汤中一同炖煮 柚子皮的海绵层松软有弹性 可以吸卤汤中的浮沫 起到清道敷的作用 柚子叶富含大量的挥发油成分 而其中蕴藏着芳香物质 可以为卤汤增香提味 在卤汤炖煮的时间里 蒋大哥要用辣椒再次腌制牛腿 这就形象地展示了 什么叫做最迷人的也最危险 别看它颜色很亮丽 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 辣得很 一把鼻涕一把 牛气冲天 将辣椒撒在牛腿上 进行二次腌制 辣椒的辛辣 让牛腿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 同时也展现出 独属于湖南的香辣味道 咱们华丽的牛腿下锅 咱们这样下锅的时候 它的炖煮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加点蒸色料 生抽 而且也给它调调味道 咱们这锅卤汤用料是真的丰富 腌制好的牛腿放入卤汤中 先用大火煮开 然后转小火继续炖煮 牛腿在卤汤中沉浮 茶青 柚子 辣椒 以及牛骨 猪骨 鸡肉等各色食材 在锅中释放出精华 用悉数被牛腿吸收 炖煮三个小时左右 香辣卤牛腿就可以出锅了 除了香辣卤牛腿 蒋大哥还制作了牛肉圆子 牛筋锅 抢牛百叶 酱卤金钱肚 小炒黄牛肉 糯米牛血肠等等 不同部位的牛肉 在蒋大哥的手中 一一化为美食 组成了一桌全牛宴 干杯 尝一尝哈 我要吃土豆 重等辣度的朝天椒 它那边提辣的口感刚刚好 不像酸酸甜甜的 酸酸甜甜的 你还品出不一样的味道 淳朴的安华人 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付出 获得回报 人们通过品尝美食 和亲朋好友 一同分享这份收获的喜悦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 钢针是有什么用的 有种解压的感觉 它会有爆破感 嘣嘣嘣的响声 广东开平 一道外皮酥脆 肉汁满满 香味浓郁的烧猪 经常会出现在 大街小巷的烧辣店中 这是让当地人 津津乐道的美味 谢谢师傅 你订的猪来了 来来来 验收一下 订猪 你看这行不 杨师傅做的烧猪 很好很亮 您是一直在我们杨哥 这儿订这烧猪吗 对啊 慢点 好喽 杨永东大哥 是开平市小有名气的烧猪师傅 他店里的烧猪 如果不提前一周预定 那断断是买不到的 如此受欢迎的烧猪 制作起来 到底有什么独家秘方呢 杨哥 咱们这上午可忙活不少 这送了几头猪出去 一天平时八个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黑猪 小耳朵的 吃下来又很鲜甜的 那咱们就开始吧 这猪怎么去处理 等一下 杨哥就等一下 你这是还准备了秘密武器 刮这个猪毛之前 你帮我刮这个冬瓜 刮皮不破了 你才可以对它刮皮 小虎你的刀你得放好 这样刮起来 你这样刮是吧 是啊 它才不会破 开瓶的土猪皮薄弱嫩 制作烧猪时 猪皮一旦破损 势必会影响到成品的品项 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 学习制作烧猪 第一步就是刮冬瓜皮 用刀刮冬瓜皮上的 一层白色的霜状物质 白色的霜状物质要刮干净 但是不能伤及冬瓜 最外面的那层墨绿色表皮 只有将冬瓜皮刮好 才能开始刮猪毛 杨大哥制作的烧猪 深受大家好评 跟它的三把刀有很大关系 我看您这还三把刀 三把刀 分别就是剃肉的 剃骨头的 这个是负责敲的 这个比较好大一点敲 有时候就换 而且这块用的时间要多一点 它都扁下去了 是啊 对面中骨 比较硬所以得敲 这两把刀配合了 对对对 伴随着铁器敲打的叮当声响 整猪的脊骨被切开 去掉肋排 将胸脯肉削薄以便烤制 为了使整猪更容易入味 腌制前要在猪肉上打上十字花刀 接下来杨大哥制作烧猪的米方 要亮相了 我们改刀完了 准备调一些腌制的香料 一共是十三样 都有些什么咱们来看一下 沙姜 在广东做很多菜都用得到 这碗是什么样 这碗是南姜 潮州菜炒卤的卤水 必用的南姜 八角 香叶 然后这个是 香菜籍 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香菜吗 对对对 香菜籍 这个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蒸香的 还有就是草果丁香 这个我知道 罗汉果嘛 对吧 对 然后放罗汉果下去 它就中和了这些调味料 带一些鲜甜出来 这些调味料来的 打成粉下去 然后再给它 放一些盐 糖 下去腌制 杨大哥的独家腌肉调料粉 是它在多年烧猪的经验中 不断改良和总结出来的 调料粉均匀地撒在猪肉上 细细揉搓 让调料粉的香味 慢慢渗透到猪肉内部 这独家调料粉 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一个米方 南乳汁20克 黄豆酱30克 三勺 猪猴酱也是30克 海鲜酱也是30克 咸香的 然后豆豉酱20克 好 搅拌盐 然后再抹了吧 抹 可以 谢谢 豆豉酱和南乳汁 为猪肉提供了浓郁的底味 海鲜酱为猪肉提供了鲜香味 猪猴酱提供了鲜咸味 黄豆酱提供了豆香味 接下来 就让这层层香味 慢慢渗透进猪肉的丝丝纹理中 这独家秘制的调料酱 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二个米方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杨哥平常工作的地方了 现在是要把刚刚已经腌制过的猪怎么处理 准备烤皮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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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帮帮不上 将整猪腌制一个小时左右 挂入电动烤炉 炉温调到180摄氏度 烤制一小时 炉内自动旋转的烤架 可以保证整猪均匀受热 令猪皮紧缩 变得更加紧致 这是初次喂烤之后的猪 对 还是发生挺大的变化的 这个皮已经烤得紧致了 对 合适上皮水了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的 钢针我们就是简单地给它松一下针 就如果皮上有油或者有水的话 它再烤就不好看 取泡 然后有油它就不上色 那个油已经挡住那个皮水 轻轻地 有一种解压的感觉 它会有爆破感 崩崩崩的响声 现在可以刷皮水了吗 可以了 但我看您这皮水的颜色不太对 料酒 然后加了红醋 就是这个颜色了 就变成紫色的了 对啊 还有一些蜂蜜 还有白米醋 我们少要皮水 就是放去风房 风干它 大概要取风干多长时间呢 六个小时左右 好 那很久了 六个小时的时间 是啊 那咱们现在转一阵地 好 当整猪烤到三四成熟时 将烧猪抬出 并在猪皮上扎出分布均匀的小孔 这样做是让多余的脂肪从小孔中渗出 为了使烧猪的表皮金黄酥脆 挂上特制的脆皮水 便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三个秘方 我们经过六个小时风干了 就可以放进烤箱里面烤了 开烤了 这耳朵和尾巴也已经拿细致包起来了 包起来 对 然后就是烤五十分钟左右 在一个什么温度的条件下 两百五十度 好嘞 来吧 二十三 七 哇 好了 关门 关门 开烤 在这次烤制的过程中 猪皮内的水分和油脂 在高温之下急速膨胀 赋予烧猪的表皮酥脆的口感 在当地只有通体金黄 外皮酥脆 肉汁满满 香味浓郁的烧猪才是符合标准的 拿着 拿着吃 放在一起吃 好 我去把烧猪放到我们这个烧饼上边 对 嗯 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了吗 嗯 还要炸着这个烧饼其实肥而不腻 嗯 很好吃 你刚刚怎么评价这个味道来着 非常好吃 那我问你是妈妈做的烧饼好吃 还是爸爸做的烧猪好吃 烧猪 当地黑猪经过杨大哥巧手烹饪 变身为别具特色的诱人烧猪 这既是对经典风味的传承 也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表达 饶小刚坚守传统美食 赠肘的制作技 成就代代相传的诱人美味 蒋小初用心制作的全牛宴 是对辛勤劳作人们的最好犒劳 杨永东仍在不断钻研烧猪技 让安华人的餐桌更加丰盛 好山好水滋养万物 寻常的食材在各地人们的手中 焕发出惊艳唇齿的独特风味 这些美食是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 也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